我叫沈年,第五一最优秀的快穿者,完成这次任务,我便可以拿到一千万奖金 系统提示,这次的任务是,让男主好感度达到百分之百 这任务还不是轻轻松松,我轻笑着 在这本书中,女主叫季兰,一个舔狗而已 男主叫林岩,把季兰当提身,置于林岩的白月光芒 她叫林子木,几年前就出国了,看姐怎么让你迷上我 我告诉老师,我想坐在林岩旁边,老师同意了 我看着角落里的她,心想着,没想到这小子还挺帅 我静止向前走了过去,你好,我叫季兰 我笑着给她打招呼,呵呵,这还拿不下你 她看到我明显一惊,随后又笑了笑,礼貌地回道 我叫林岩,之后的每一天里,我跟她经常在一起打闹 有什么不会的题我也会问她 有时候她也会开玩笑地给我说,季兰,我喜欢你 可我不知道,她每一次表白都是真的 后来我们在班上也成了大家科的CP 怎么劝也劝不住,现在好感度已经达到90%了 正当我以为快成功时,林岩的白月光回来了 该说不说,我跟她还真有点像呢 奇怪,为什么我会感到害怕 算了,我还是去见一见她那白月光吧 来到广场,我正想着她在哪 但一转眼就看见了她 哦不,应该是她和她的白月光林子木 我只能笑着打招呼 确实,她的白月光这么漂亮,我确实比不上 林子木注意到了我,场先在林岩之前向我打招呼 我只能尴尬地说道,你好啊 然后林子木便对林岩说道,阿岩 我想和她单独说说话 林岩闭上了眼,什么也没说就走开了 林岩走后,林子木便拉着我说 你别对阿岩有什么其他的想法 我才是她女朋友 千,谁稀罕啊 我喃喃自语道 之后的每一天里,我们三个都在一起 就是说非常的尴尬 直到毕业也是这样 可是我发现,我好像有点喜欢上林岩了 如果有机会,我一定会留在林岩身边 可我必须要快点让任务推进来 我把林岩约到树下,对她表了摆 林岩惊住了,她没有拒绝,但也没有答应 那天之后,好感度越来越低 她也一直躲着我 我也渐渐没当回事 可是有一天她突然把我喊出来 她和以前一样还是要我自己找她 可就在我找到她时,看到了这一幕 我愣了愣,林岩也注意到了我 林子牧还是和往常一样抢签出来说话 她早就不爱你了,我才是她女朋友 真以为自己是小说女主 真够可笑,我竟然动了真心 你爱过我吗? 我努力地挤出一个笑,问道 从未,算了,这次就放过你 系统,送我回去 说到,她慌了神朝我喊道 喂,我让你走了吗? 抖音